我也不会主动去搞事情 是吧,圈圈回来的话,我继续守 如果有更好的那种点位,我继续速度 哎,怎么MCEG又吊人了 有没有MCEG粉丝查一下 MCEG一圈吊人率好像有点高啊 皮卡托附近的大仓和长调坊呢 一想星光团队,兄弟得要走 但是这个位置到车还没有到下去 没人能驾 是的 换神直接给连打逮捕 换神刚刚还是没有基础进的一个情况 把这个来考验咱们的选手 有哪个选手进不起这样的考验 巨幅,小飞飞就上了大道了 连着打了三把 这两队连着打了三把 全是这两队 换的人掉 他每次都没有GTC讯息的打 原来就掉一个 是吧 哇 枪手没了 巨幅先掉的两个人 一个叫小羊 一个叫小羊 三场地图的这个 盲渣都做得不错 是的 另外一边 EBB直接蹲到了一手龙死根 龙将军被打掉了 这边是直接想要走 阿海刚刚他们把那个长调坊一放出来 那豪宅出来的 排手就直接可以 直接进去 嗯 我觉得这肯定是要做选择的 就看后面选择怎么样了 因为这个黑山 这位置马路的过点 怎么因为有点打圆啊 这小崔有点骗自己了 原地一趴应该算是一个下意识的反应 对,下意识的反应 坦克斯波立功 把这三场啊 都是赶圈人 没有被完全排掉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这个是有 不通的一个打 嗯 卡边的人非常多 DT在转移的路上 是遭遇了很大的阻力 是的 不敢拉出去啊 这个血量太低了 万一去扫车刺激 搭那了 就得不偿失 而另外 女孩比下车 下车的两个人直接被打掉 啊 女孩比今天也是赶圈人 今天免了马地图 前两名的 他就标个点出了 不行就移 还有他感觉 最后剩的这个人 也没地方去了 你该比被淘汰了 这把是第16名 血念 依然会被放在明天 田路这边啊 去防守豪宅的DT 对于这个反坡的位置 双方都是有一定的想法的 这样的话 自己的延展空间 和下一个圈 即使不再圈 他的这个竞圈的角度 更容易找一些 嗯 那现在是小童已经被炸到了 然后匆匆那边在 盯房17 在那个 起车房 高星和马东西这个双子星前点 目前看来效果是很不错的 今天三场比赛 明拉马看起来效果都很不错 这脸哈被撒悟空 两个球哥们 是 是 呃 换一个 悟空和RBS 各换一个 但是12月的一颗雷是 直接将95K给炸倒 哦 原点还有人在冲 17个富安都在冲这边 是的 龙中全的出枪 Ebaby直接被撂倒了 这个被载具也是抛进了蓝圈里面 全要赶着人走啊 五阶段了 再回去找车的话 不太现实 这个打完 这个反坡 就是 悟空惨胜 但是自己也没有后续了 另外 Ebaby利用这个石头 半破腰箱的peak 节奏找得不错 但前面火力太单薄了 只有自己一个人 在中间作为 二号位的 也是给他报过点了 说对面已经到了 大概在脱下的位置 哎呦 这个开机慢了一些 上次提前架好了位置 这后面 两兄弟 感觉其实也没帮到什么忙 对吧 嗯 现在你看看这个圈 又往 南部一切完 之后 MCD踩着这个沟壳 它又会反驾 所有从豪宅出来的 天鹿和DDT 天鹿得要 如果他不想和MCD打的话 就是车保是比较好的情况 它是可以胡撤的 但是现在圈来了 如果被拖的时间很长 那可能就要和MCD继续内耗了 这波天鹿也没看 他知道DTT两个人在高点 就这波其实如果你有 因为我是没有汽车那边 有没有车的一个 一个镜头啊 如果有车 折走 驾车证会不会更好 不过 天鹿这波还真是硬对倒了一个 看分跳谁上上 嗯 可能觉得这把确实不好 再往前面去 击排名了啊 所以选择了在全民换分 是留到这个分还是 对 没这个地方应该是随便打 我感觉 雷够多的话应该随便打 你会打L300S这个是吧 对对对 一边倒啊像是 是的 要自己一会下去 没有车的情况之下 会不会抽啊 拿来被PAROL抽了一下 看是还好 PAROL还两边管 远点抽了这边 近点还接了MCD一个坦 P-1哥 哈哈哈哈 这盒子一看 实际上全是针孔 你受得了不受了 全是奇球包的针孔 一顿猛渣 确实那边盒子也多 啊 DT不太好上来 DT上来会被OM抽 然后另外17是拉出去 倒了一个人的情况下 把MC给全部收掉 OM的危险还占了一点边 这一天 这一天TMA还是要打SMS那边了 对 南哥做还是没 啊 17这边主视角啊 能不能把队友救起来 可以扶 另外一侧 CDG想尝试过来 轻轻鞭 王萨萨一颗雷将T9给炸上 CDG要稍微克制一点 不要被高点的TMA也给放倒 哇靠一颗雷很精髓 是的 我TMA一瞬间就剩一个了 对 20多秒的缩拳时间 是里边烤一颗雷补掉 那这一波Pero绕到了这个窄边 Pero想推这边了 CC拿的很全啊很明啊 屁股那边直接出枪马云龙 带走了CDG的最后一个 对 位置直接接管 SMS这边的话呢 头甲情况也不是很好 我身上是有雷的一波雷暴雨 而TMA那边的话 DT小C和Linja也是在过去摸 你看这边扔雷的一个效率 我妈呀 马云龙直接在SMS那边给打掉了 而又从事DT这边的出枪 TMA也是 在放过他的 我们收到了 黄一鸣 点一波波 能忍住波 这个圈的话其实都还能有位置去呆 比较难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 偏南部的DT 是一个很大的限制 虽然说他自己也受到了Pero 的一个枪线上面的干扰 来这里散开 我们第一个选择的这个策略 是选择展开 推避对方D过道就是DT过来了 小海的反打其实已经很快了 是的 弗吉姆一丝血 打到只能一丝血 这边是机会 而另外一次 GODMIT 啊 好像不知道 好像是不知道的 好像是不知道我身这个地方的 就看苏九这边是怎么样的一个动作 要把刚拿起来 听到的声音 先给一颗闪 然后背闪 再拉出来 看到了 想到枪 但自己也被白了 最后这波单挑啊 速九 这边是一个闪真的很精髓 队友能救起来吗 直接将这个战场给影响了 真的是转瞬即逝的机会啊 实际冲过来 嗯 第一波虽然接的不漂亮 还好速九是兜住了敌 另外Piro该不要打了 Piro刚才是获得了很多道具的补给 他们刚才是舔了三队的物资 舔过三队的物资 已经是十二个人头了 Piro现在已经来到金马第四位 这把如果吃 而且DT在限制Piro这把的另外的对手 17 17 小C那边掉了 剩下NG一个人单单独斗了 但是他第一个是Piro Piro后面的一个 重大的影响 所以这波Piro 只能够趁你病药里面 快速把FY给他掉了 然后再反抗 这波难道说 目前 我 有点有点紧张 先等一等 先等一等 先稳稳是最好的 别搞这种啊 别吓人啊 黄一铭的一颗雷 再次立大功 小鬼直接被放的 但是NG的出枪 黄一铭也没了 这个确实不知道NG的位置 小左那个地方是趴在了车后 NG暂时找不到他 这波Piro 打倒了NG了 16个淘汰 绝对绝对三打三 三打三 关键啊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位置都很关键 他都是这种点对点 但是素九这边的话 直接将特意的马云龙给放倒 那这样一倒的话 小叮噹那边有点 有点难受啊 因为一个人要加三个人 不是很好架 你补两边枪线的 那贝贝无奈 只能够往里面去摸 圈也快要缩了 哎 左字圈也被放倒了 哎 没什么出手机会 啊 好的 这个时机 十七 九个淘汰成功的时机 呃 虽然 虽然这一局 Piro 没能够实现在单天的 就是今天的一个三 不停 对